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什么日子啊 2024年的7月1号 因为我要来几里佐治街 在这里彭钓一下这个遗迹 这个遗迹是我2020年7月1号 我和阿范曼必两个都是 就是在白德森街那里被人拘捕 然后告非法集结的 这件事已经在2021年的9月16号了结了 closed file 结束了 所以四年了 光景所以我就要来个遗止彭钓 今天气氛很平和啊 没下雨又凉又不晒又多游人 还有现在都晚上接近7点了 气氛很好 今年没有去年那么热闹 你看看周围都不是很多警务人员部署的 或者便衣啦 但是除了便衣我都不见到很多人的 只是便衣军装都少啦 国安就更加不知啦 集差我不见了 是平和的 今年的气氛一直都几好 一年365天都是这样过的啦 是不是 你自己心中无愧 天天都是7月1号 天天都可以走出来自由自在 明天我又会去西九 明天就是45个人在西九求情 我想讲一讲的就是 戴教授 他那个求情律师了不起 讲话讲到很好 虽然他说他自己有一些大胆 但是我不觉得他大胆 我觉得一个新常事讲得非常之好 这个我要赞 但是现在无什麽民间诉求的啦 现在有些人都不敢出来啦 全部就是或者北上 今天高中假期 民间无诉求啦 民间大把诉求 但是敢不敢讲呢 你亦都敢不敢挺身而出呢 几出来讲呢 你很多事都恐惧震慑 以及你畏惧经律 那你不敢出来有什麽诉求 我们都不知道啦 要么你就说可以有第二个渠道 给别人写的 就不是现场去访问的 那别人写出来不记名的 不开名的 那都可能有 但是一般都是很难的啦 你问香港是不是还有很多声音呢 当然是有啦 不过这些声音可不可以公开啦 又不知知数啦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们走得出来的 没有犯国安法或者23条的 那你就走出来啦 你不畏惧的话 当你怕的时候 你可以不出来的 这个见人见智的 每个人的做法都不同的 我身边的朋友就没有北上的习惯的 也都没有南下的习惯的 但是就会移散民啦 走完啦 十几期八九 温哥博啦 去美国 加上去日本都有啦 英国就最多啦 已经走完啦 所有人都 那剩下来都是寥寥可數的啦 那所以呢 我什么东西都是自己一个 我出来啊 走家啊 吃饭啊 看电影都是自己一个的啦 你找不到有人可以陪你 那去到外国的生活 也都非常忙碌的嘛 人家不顾得你那麽多的啦 只是顾自己的啦 寂寞都没办法的啦 因为我选择不了香港 这样的年纪 重新开始吃饭 也都没有 我要求那类食物 提供到给我 那我唯有在香港啦 就是 又很方便啦 香港出入自如 搭车又容易 我喜欢譬如我说 今天要吃什么我可以出去 但是外国你要驾轮车 是很烦恼的事 黄不黄的花也好啦 不管你是彩虹颜色 你是什么的一朵花 其实没什么代表性的 只是今天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我就穿得颜色一点出来啦 免得别人就说 你穿些 练习性的衣物呢 又会被拘捕啦 那这些衣物是完全没有练习性的 只是花一朵 人一个 黄色是我一路的 favorite color 我由始至终 我最喜欢的颜色 就是黄色 普天同庆 全世界都在那里 在庆祝七一的嘛 远在英国的僑民 美国 加拿大 甚至乎日本 全世界都在祝祝着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的 为什么呢 7月1号嘛 因为我们成立了27周年嘛 香港回归 那这个就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27年不容易度过的 我有去食肆 但我没有选择有优惠的食肆 因为那些全部要排队 又要限时限后 还有要限制你吃什么类别的食物的 你如果不是说 那餐牌任你叫什么都可以是有七一节的 那我 免得了 我是 就着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就不会因为贪他那七一节而去吃的 张宇人说要吃够四餐的 哦 那他吃十餐都可以 他这么有钱 还有呢 他今天都会很开心 因为他提议说 死老爸都要笑嘛 那可能他老爸剩下大不遗产给他啦 又不笑都变成了疯狂大笑啦 但是人有人啦 我有我啦 人家有自己的选择自由的 其实一个国性循环 你无收入 你又担心自己养妻活儿 自然个人烦躁不安 那一定会影响到服务态度的 那还有香港人又选择北上了 那去了北上吃东西 那这些正如在香港的人 有多少呢 尿尿可数 还要给优惠 还有他自己 找招不得晚 他都开支不到 即收入和支出不成正比例 那他怎会开心呢 每一样东西都有因有果的 有个理由的 食肆你看到的 特首就说 执十间开十六间 但是我见到呢 大陆有很多食肆来开都交不到租 在旺角都是要接的 那他说太弱流强 那谁为此强 谁为此弱 那谁为此弱 都是的 但他都做不住了 站不稳定的 但我同意王先生说句话 他说你现在这个社会呢 你虽小 当赢 离场 不要输身家 不要死撑下去 当你死撑下去呢 你会跌了下来 爬不得回起身的 那所以他这套理论呢 是接受的 是对的 那次房呢 就一面升平的 人流很多的 说走了八十万人 现在又会回流七十万人来香港 我们的政务司长说 有七十万人涌现香港 去填补回流走的空缺 那你便到时拭目以待 认为他说的是不是 和回流的人士 是不是精英呢 和那些叫做elite E-L-I-T-E 是精裔的人选呢 还是那些 我不知道在哪里来 总而言之 香港是需要有一个 補充的 就是走了很多人才 是不是离了很多人才呢 是不是有政 然后要有经 就是政治 经是经济 我引用一句说话 孟子 告子 告子边常 有一句说话 如与红掌 你想要鱼 还是红掌呢 如果两者不可以兼得 都没有两头离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呢 有没有什么诉求 没有诉求的了 现在的诉求你不会达标的 你自己的心 和自己的心讲 口和心讲 就是个心是回应你口中的问题 你不可以公众去表达 你的诉求 我的诉求 存在我心内的 我心内的 是永恒的 我不会说出来 我的诉求 也都不需要表达 是吧 仲在不言终 我们有句说话 此时此处 此无恙 大家明白的就明白 不明白的就一世都不明白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反问回你 除了吃东西行街 可以做些什么呢 搭丁丁 搭丁丁 搭去哪呢 搭到哪呢 搭地铁搭丁丁 一是目的地 我因为它不用钱 我就买下冷气 逼一轮 就是做个事实事求是 有需要我就回答,沒有需要就不回答 帶了我上警車,本來打算開去警署 突然收到命令,查清楚才好去警署 然後他逛去橫街,停下來等查清楚 查清楚了,我禁制令5號完了 包括灣仔的,於是就說我可以走了 但他要拖延到我那堂游泳,沒有了四分三 總共是帶你上警車,查了多久? 他由截,我開始九個截 他其實在哪裡開始帶你走? 在地鐵站 他在地鐵出了閘後,他檢查身份證 他檢查身份證,檢查到我有禁制令 但他不知是甚麼禁制令 那就不讓我走 又搜這樣搜那樣 那期間你可不可以打電話? 可以 那九個月之後,他便知道可以讓你走 是啊 那他帶走你那時候,你的心情是怎樣? 就是上了警車 很生氣 很生氣,很生氣 還有我都說你跟我去游泳,因為我給你跟 我真的穿了泳衣的人 很瘋 他們說要低調,不要被人拍 那你這樣拘捕我,我怎樣低調呢? 我想的 神經病